现在收看的是TVBS新闻台 排第四 应该是要说 让白海豚搁浅比较适合 好 继续来看 政府推南向政策 泰国人到台湾旅游免签证领域 但是台湾游客要去泰国 除了可以排队等免费的落地签 如果是想要提前申请电子签证 现在却被要求 必须要有机票开票证明 定位证明 甚至得影印付上 三个月内的财力证明 旅游业者就大骂 就双边根本不互惠 继续来关注香港的情况 美国在感恩节前夕 正式将香港人权民主法案立法 28号晚上在香港的中环 只有大批的民众聚集 说是谢谢川普送上的感恩节大礼 而至于被警方包围13天的礼大校园 在警方宣布完成清理危险物品 以及搜查工作之后 今天中午解封 再来看美国总统川普 是要向墨西哥独销开展的吗 他在接受专访的时候提到 准备将墨西哥贩毒集团 列为恐怖组织名单 那这种说法 让墨西哥政府非常的火大 因为恐怖组织这样子的标签 会进一步冲击外商投资 跟国际旅游的招商形象 墨西哥总统就批评川普干涉内政 也担心的是美国未来 有没有可能借此单方面派兵 进入墨西哥 北韩再度试射飞弹 朝鲜中央电视台表示 两枚大型的火箭炮连射成功 让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龙心大悦 连同这一次 这已经是川金二会 北韩今年第13次飞弹试射了 对美国施压的意味相当浓厚 至于把镜头转回国内选战焦点 来关注的就是 韩国瑜冲刺2020一方面出奇招 针对民调落后 他要聚余者接到电话 干脆全部都说 唯一支持蔡英文好了 至于接下来他要回防高雄 跟立委候选人联合造势 另外也提出他的最新国政报告 不过就在公敌案延消之际 民进党顺势推反渗透法闯关 今天在立院二读闯关过关了 而国民党没有上演预期的 异常角力战 而是跟着推反病吞法 绑装动员没有效的地方在哪里 继续来看的是 像是新竹县市台中市 或者是新北地区 很多外来人口的桃源市新北等等 传统的蓝绿基层动员的影响力 已经逐渐淡化 反而是选人不选党的摇摆族 好 其他话题还要来关注的是 台北市人口这几年大失血 我们说脱北者创下18年新高 内政部统计今年前10月 禁移出的已经有快25000人了 为什么呢 来看看 老保基金的财务黑洞有没有得解呢 来看看老保基金操作绩效报家音 今年前9个月大赚了639.8亿 好 现在很多人上网购物 都是这个境外电商 包括了像是大陆淘宝等等 那么面对大陆购物平台大举入侵 专家认为台湾电商平台 除了要赶紧透入跨境电商之外 也要发展更精致化 最近天气变冷了 大家衣服有没有穿多一点 很多人问会出现手脚冰冷的情况 如果手麻很脚麻 甚至疼痛的情况出现的话 就要特别注意了 澳洲发生一起冰贵藏尸案 36岁华裔 他以为拼选举 频频搬出经济数据增长的好成绩 不过却遭韩伴质疑 报喜不报忧 搬出十大一点 用这个好联系的 有一个好联系的 是一切 達联系的 有一个好联系的